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 本来我们这边的风俗是要去舅舅家给舅舅拜年 但是今年不是有这个疫情吗 就临时绝境不去了 然后给打电话拜了个年 我们过两天就准备回西安了 这次回老家还带了一个烧烤架和一箱木炭回来 是准备招待亲戚吃个烧烤 但是现在亲戚都不来了 咱们就自己吃个吧 今天 行 自己吃羊肉 喝点小酒 走 嗯 现在买羊肉去吧 走 今天早晨下雪了 最开始还是雪 但是现在变成雨了 这边绿色的是陕西村庄种的小麦 来镇上买羊肉了 感觉镇上特别冷清 路上没什么人 不带骨头还贵了就是 快来 骨头咱们也是用不上呀 对呀 买不带骨头的羊肉 咱们又不炖着吃 多少钱 那个羊腰子有没有 腰子 买了一个羊腿 买了一个羊腿 然后它这个台骨上面的肉太肥了 就买个羊腿 买了五斤羊肉 回去剁汤 小月 粉丝做羊肉汤的时候 放点粉丝进去 买了一包粉丝 羊肉买回来了 换上衣服 然后我现在先做中午饭 下午再烤羊腿 今天这个小的炉子火比较旺 用这个小锅炒菜 今天中午吃大盘鸡 然后炒两个菜 肉跟菜都吃了就不少 再一片点蘑菇 吃完中午饭 现在切羊肉 我们今天买了一个羊腿 这是羊腿上片下来的一部分肉 大概有一两斤吧 穿羊肉串就够了 剩下的明天做个羊肉汤和 肉腌好了 现在开始穿串 买的这个羊腿上面 剔下的肉大概有两斤多 估计能吃过瘾了 看穿完了 一共穿了五十串 剩多的 咱们去生那个木炭 把它烤了去 大伟现在 已经把那个木炭生好了 正在烤 肉体吃了 正在烤鸭吃 呵呵 这个鸡腿也挺好 挺美的 大伟 我看腰子已经烤熟了 你吃啊 我能不能不吃啊 这个味道 太臭了 这个东西 对身体挺好的大补 你不知道 哎呦 算了 那我还是吃吧 那我还是吃吧 有个东西 自己不爱吃也得一定的臭皮吃 要不然我喝关系 太臭臭了 有这么难吃吗 你闻闻 吃死 算臭 吃过一串 嗯 再给他一串 嗯 我哥还挺爱吃的 吃了得有七八串了 刚才穿了五十串 好像烤完了感觉不太够吃 然后又穿了 又穿了一次 然后那个羊腿上还有一块肉 拿过来又穿了一拨 这次又穿了得有三四十串 看大卫烤的专业不专业 可以开一个烤烤摊了 嗯 小果还帮忙扇扇子呢 妈妈我能吃这个 别吃糖了 给你擦擦嘴 看小果嘴上吃的 擦擦嘴 喝 今天羊肉串吃的太过瘾了 还剩下二十几串 没吃完吃不了了 等一下晚上再烤一次 晚上再吃 买的那个羊腿有五斤多 烤完羊肉串之后 还剩了一些带骨头的肉 我跟大伟决定明天 做一个羊肉汤 然后吃个羊肉泡馍